哈喽哈喽小红书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龚俊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在南京拍戏 然后是一部消防题材的剧 里面就会有一些很多强险救援 或者是一些大场面 或者是燃烧之类的戏 有时候会冻伤自己的手 很多粉丝经常叮嘱我 因为我知道很多粉丝是手控 对手控 然后经常叮嘱我要保护好我的手 对之前我有在机场 然后有粉丝送我那个护手霜 还有送手磨的 我之前也是第一次听说 居然还有手磨这个东西 我也听到了大家的叮嘱 我会好好保护好我自己的手 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 就是我经常平时自己也会用的一个护手霜 就是这个牌子 对这个牌子它叫Do It 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一年多以前开始用的 因为我之前在手术上面搜 哪一款护手霜适合我 然后发现了这个牌子 我发现这个牌子不仅好用 而且真的挺便宜的 一瓶好像几十块钱 对不记得了 反正便宜 这瓶能用很久 可以看到这盒我基本上也快用完了 低了 然后大家如果要使用的话 就差不多一个黄豆的大小 对差不多 然后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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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然后搓搓搓搓搓搓对 我因为我这个人真的是非常习惯涨刀刺 就是如果天气干的话就夏天还好 尤其是冬天 一到冬天不擦护手霜的话就会经常涨刀刺 我记得前段时间因为我们这个拍小房的戏穿作战服 穿得太快了 然后磕磕一下 因为那刀刺没经常处理 直接就滑了一条很长的口流挺多鞋的 对 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手 我觉得它这款呢比较适合是秋冬 对秋冬 它滋润度非常高 如果是夏天要用的话 我觉得各位同学尽量在晚上用 对 就取这么一点点 看自己个人喜好吧 你如果习惯性 喜欢滋润一点 多擦一点我取这么少一点 然后每次擦完之后 然后玩手机啊什么的 不会感觉特别的黏 或者是有很多指纹啊 粘在我的手机上 对反正挺适合我的 然后每次擦完 它的味道挺淡的 味道不大 就是我不习惯那种 放很多相近的那种味道特别大的 这个就挺适合我的 然后大概一盒 或者两盒一到两盒 大概就能用一整个冬天 反正我经常用这款 把这个东西 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 它反正买它不会踩雷 对 是我真正 我真正平时自己会用的东西 对 不会踩雷 相信我没有错 好了 下次有其他的好的东西 我再分享给大家 嗯 我去拍戏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